现在追求真理 才是现实的 认识自己的败坏 本性是现实的 明白真理 脱去败坏 是现实的 今后本分满足身 是现实的 进入真理世纪 活出真正人仰视 这是现实的 是现实的 爱神顺服神 天长神是现实的 神要的是这几方面的国小 那些莫不得看不见的誓言 就当没有用 都与现实互换 与神做共的国小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真正聪明的人 他的态度是 我不管神怎么做 神怎么对待我 不管我败坏多深 都是人心如何 我只管追求真理 追求人是神 只有人是神了 才能解决败坏心情 才能解决败坏心情 才能达到今后本分 满足身心意 满足身心意 这是人生的方向 是人该追求达到底 这才是唯一梦拯救的路 这才是唯一梦拯救的路